一元K毒險害二十萬人 紅毒城運毒戰 這裡面有像是在外面 裡面的東西我們去檢驗 警方從嫌犯住處收出五大袋毒品 裡頭裝滿一包包偽裝成冰糖的K毒 每包K毒重達十公斤 總重近高達一百公斤 這些毒品如果全部流入市面 能夠給二十萬人以上吸食 一公斤三十萬的話 可以共一次買大概五公克 就可以四個人吸食 海巡署昨天在澎湖破獲一起運毒案 嫌犯看準國內貨運安檢鬆散 於是搭快艇到海峽中線 把市值一億元的K他命 接駁到澎湖後 計劃運轉到台灣本島販賣 就是第一次在我們澎湖本島 就被轉移的時候就被我們代價 開船的人代價會比較高 五十萬至一百萬的代價 那在陸地上運輸的人 可能就是二十萬至三十萬的價 茶器員跟肩了兩個多星期 昨天清晨十幾成熟 在白沙鄉一處民宅收出大批毒品 逮捕市民嫌犯依法送辦 動新聞澎湖報導